可是今年也是配件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我今年很喜歡 民族風的東西 而且有時候 今年有時候如果都是暗色系的話 我就會很喜歡買 因為我其實不太敢戴耳環 但是我今年就會敢比較 買這種很大 像流蘇這種 妳那是男廁所 女廁所嗎 男廁所 女廁所嗎 不是 男廁所 它這是一個像流蘇的 然後像這個也是流蘇 不同的顏色品質 因為如果想把頭髮收起來的話 就很適合放一個重點就好 然後像今年也很流行羽毛的東西 這種羽毛的 還有說如果說像穿洋裝的話 其實像這種小領子 我覺得也很可愛 就蕾絲的 然後你可以綁一個蝴蝶結 然後它就是一個像蕾絲 然後可以綁在這邊這樣子 就是也是一個小點綴的感覺 然後還有這個 我自己比較不太會用 因為其實今年又很流行 所以我還是有買 像那種綁帶 綁的那個 可是有時候綁不好 就很像空姐的感覺 就是綁的是那種三角巾 或是像 沒有個這麼小的穿洋裝 不是 妳都是定型 我也是定型 定型 定型 我也想考試 然後還有帶這種的 就是可以當領結的概念 可是也可以個性的感覺 對 然後有時候更方便的是 還有出這種就直接 可是當我是還沒有搭過它 就直接是一個練的 這個就是最難的 對 而且不會打這種結的 對 就是夾兩件的意思 OK 然後又平夾